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一架小型飛機在波特蘭東部墜毀 撞上一棟聯排別墅 人發大火造成三民死亡 事故發生在早上10點半左右 攝氏雙引擎Cessna 421C 飛機在Troudel機場附近 撞上聯排別墅 導致Holmster Drive 沿線四棟別墅起火 延長濃煙滾滾滾 另外,飛機墜毀時撞倒電線缸 導致附近田野發生火災 Grethram消防局表示 兩名飛機上的人員 和一名地面上的人員死亡 據Troudel機場的初步調查 飛機在墜毀前 沒有發出求救訊號 也沒有發出緊急呼叫 據悉 Troudel機場是一個用於 飛行訓練和休閒用途的機場 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正在對該事件進行調查